灾区不管是物质或者是心灵的重建都需要志工的投入 也因此次进志工展开爱心接力 那么今天第三批的震灾团已经在下午出发 预计在晚上可以抵达成都 而另外呢已经在灾区的则是分层三路 今天在包括了金山镇、洛城村 还有呢在柳河社区进行了除了热食的供应之外 还有议证以及网诊的服务 那么除了之外呢还特别在石方 这边有两所中旋呢供应了七台的蒸饭机 未来呢对于是许多多的这个热食的供应上的蒸饭机 可以解决不少的问题 倒是今天天气非常的酷热 大一王门为居民进行议诊的时候必须挥汗如雨 好几年的肿块就长在脚背上 疼得连举步都是难事 经过医师的诊治才发现里头全是化浓物 一时细心包扎起伤口才让妇人放下心中大食 因为这脚上的病原本在地震后就要手术 却被天灾给打坏了治疗时机 来一诊的居民不曾间断 这天外头一改几天前的阴凉天 阴阳高挂格外闷热 但张棚下的医护人员继续挥汗耐着热 双手不停地赶紧为乡亲解决病痛所苦 我们只是提供一点点力量而已 小小的力量 所以要克服这个天热的一个状态 还好啦这天热没有关系 细心耐心加上满满的爱心 在一整区里的温情也扩散到一旁的乡亲 柳河社区第二天的热食提供 更多居民一早就主动穿起了制工服 洗米切菜样样来 有的人早已是振栽团的固定制工 特地从洛城村赶来帮忙 也有社区乡亲是头一次做起资源服务 欢喜付出 特别来帮忙 大家都是讨论的 大家也生活的 目前还是我们学习 我们也特别来帮忙 来自村里各方的志工越来越多 更是不分年龄长幼 现在的义诊和夫位 也多了这群小帮手 孩子们看着师姑 学着师伯如何帮助人 一路陪伴的志工之爱 他们也许下了心愿 要把心中满满的祝福和感恩 送给志工上人和全球刺激人 我愿能得 用心愿向连 成为山河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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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 祝浩河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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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展现出不断量大 而且效率又高 所以现在呢 当地不但有许多的灾民 也投入了志工的服务 还有当地在十方市 这个重灾区里面的两所中学 包括了十方中学跟幽城中学 也提出了需求 看慈祭是不是也可以 捐出蒸饭机 让孩子们呢 可以填饱肚子专心 准备升学考试 那么今天蒸饭机 送到学校来了 对学生的生活 赶快回到原来的管道 跟轨道很有帮助 在市教育局书记 十方中学 庸城中学师生的见证下 此季捐赠蒸饭机仪式 正式完成 最关键的时候 送来的温暖 表示衷心的感谢 雨震不断 所以地震期间 所以学生住的地方 也很简陋 生活非常艰苦 这个时候能够有蒸饭机 他们能够吃上熟度饭 他们会感到 虽然是很不幸 但是那个时候会感到很幸福 慈祭捐赠的蒸饭机 共有七台 四台在石方中学 三台在雍城中学 尤其是升学考试将近 学生很认真的在帐篷内念书 但校方却来不及供应饭菜 重灾区 落水中学的学生 他们有三百九十人 已经没有地方学习了 我们把他们接到我们校园里边来 每天我们只能分两次 对学生供应午餐或晚餐 现在有了蒸饭机帮忙 只要四十分钟的时间 香喷喷的白米饭 就可以端上桌 这样的蒸饭机 里面有二十四个盘子 每一次可以煮一百二十公斤的米饭 可以提供六百位学生来用餐 只有填饱肚子才能认真念书 未来才会有希望 慈激志工也用蒲天三五手语歌分享 期盼他们未来也要继续将这份爱传递 我的学生通过这样一些活动以后 他们今后也成为传递爱的人 他们也做志愿者 如果能够这样的话 这四个蒸饭柜的意义 就大大超出了他本身的物质的特殊含义 灾难无情 但人间有爱 蒸饭机不只会蒸出可口的饭菜香 也会蒸出浓厚的关怀情意 此际症灾团 蒋日吴博勋 此传报道 不管是供应热食 还是设立医疗站进行疫诊 甚至由大医王跟护理人员 前往很多的受灾户家中 进行往整和关怀 再加上许许多多的失姑失薄 在这个社区里面带动孩子们 也投入志工的行列 总之呢 现在灾区里面看见了爱 而这样的爱 必须要一棒一棒的传下去 第三批的慈祭 震灾团的今天下午 三点多钟头出发 那么晚间呢 会抵达四川成都 和当地的志工会合 做进一步的震灾工作的交接 而事实上呢 这次有11位的医护人员 随行也带了36箱的医疗用品 那么临行之前呢 上人阴阴叮嚀 关切之情 抑郁言表 托运行李准备登机 慈祭第三批震灾团 一行21个人 前往四川 接续震灾工作 延继的第一批次 第二批次 他们所延继下来的一些救灾的工作嘛 包括热食 腹胃 还有 亡整 疫整的 这些工作 震灾团在下午三点四十分 搭乘华航CI619班机 前往香港转机 预计晚间十点 抵达成都 和当地的志工会合 震言上人 特别在早上 透过视讯 叮咛震灾团 要注意安全 也向团员们表示感恩 这次21位团员 有11位医护人员 带了37箱的医疗用品 过去在921地震 有丰富震灾经验的志工 也在团员之列 尽力能够协助他们 在这个心灵的部分 因为有些 好比说家人的离开 那他们在这个时候的悲伤 尽量能够去护卫他们 用同理心和台湾经验 慈激人继续接力 要给灾民不间断的爱与温暖 大爱新闻 赖建制李明华 台北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